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止台北股市 原物料市场出现狂飙 全球股市都出现大跌 我们先来看原物料市场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 布兰特原油的最新报价 目前是大涨了 再度大涨了超过6个百分点 因为不排除对俄罗斯的石油实施禁运 现在最新的油价已经来到 125.43的最新报价 而黄金也持续还在往上走高 金价往上走高 在曾经一度突破2000之后 稍微震荡 但目前仍然是上涨了1.31% 来到了最新报价是 每盎司1995美金 我们再来看全球股市 来看Dowjones目前的起火盘 现在时间是傍晚的5.29分 我们录影时间 Dowjones目前是大跌了450点 仍然重摔了1.35% 而纳达克目前也是一个 大跌的局面跌幅比 Dowjones还要来得深 目前大跌了1.53% 大跌211点 我们来看到欧洲股市现在是全面哀鸿遍野 画面上所看到的是德国股市大跌了超过3个百分点 跌了466点 好像在一跳是3.51% 将近跌4% 跌了466点 来看到法国股市目前也非常惨 目前法国股市大跌了3.41% 跌了206点 至于会市我们来看 卢布在今天仍然持续狂扁 卢布再扁17% 目前来到121.7% 对1美元的报价 121.78对1美元的报价 而新台币在今天同样出现了重扁 新台币在今天创下11个月的新低 扁了1.35角 来到28.25对1美元的最新报价 好我们回到台股今日最重要 但你来看外资在今天狂买了822亿股会双杀 台股破了年限 而投信仍然持续买仓 很有可能是关股在护盘 但连24买的投信也套牢了 在今天航空双雄破了月限 而金融从之前的避险变曝险 曝险迁移 特别是国泰已经确定提列了26亿的曝险 融资断头爆出恐慌 有10万散户最近抢进台积电惨遭套牢 而IC设计股血崩迁移 在今天千金股光光蒸发市值 就超过了1500亿 连发哥破千 世心打到跌停板 我们稍后依偎你做解读 来介绍 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资认分析师连前文 阿伯三 阿官好 大家好 资认分析师王兆立 阿官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 赖先生 憲哥 阿官好 大家好 邀请到财经杂志总编辑 庄政协 学姐好 大家好 邀请到政治评论员杨石秋 阿官大家平安喜乐 好 我跟我带你来看 股会双杀可以说是血流成河灾 今天大跌了超过500点 最主要是这一场战争 看来没有那么容易结束 特别是俄罗斯现在 似乎已经要让乌克兰灭国 不仅只是有限度战争 所以憲哥赶快带我们来看 现在不只是全球股市 油量行情也飙翻了 对 因为美国跟欧美 直接对俄罗斯的一个石油 采取更深一层的一个限制 我们来看今天所有的亚洲的一个股市 包括日本 包括韩国 包括香港 包括台湾 台湾跌得最深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 其实我们是属于亚洲国家 跌幅比较少的 所以这一次的一个跌幅 几乎全球无一幸免 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大家觉得所谓的河坛 这个暂停的一个人道走廊 都是假的 那就是在第二次的河坛过程里面 那在这个马力坡 它有一个短暂的五小时的一个停火 那成立一个人道走廊 希望有马力坡的一个人民 搭着这个巴士走 结果人民还没有搭巴士 30辆的巴士就被这个俄军 把它击毁了 那当然这样双方就撕破了脸 大家就说 你根本就不一样 而且你还设置障碍 所以感觉上好像是一场的骗局 好 人道走廊是一场骗局吗 在今天最近消息是下午3点钟以后 又要再度开人道走廊 但是有人敢走吗 25 俄网上开始 奥斯利尼斯·沃尔沙 自厉害的压力 如您知道 从9时早上5月 我们三个月 有明天的问题 我们在建设 我们俄网上 二人道行 马力坡的 和马力坡的 和马力坡的 专门 有的 传门 马力坡的 马力坡的 是 對 其實這個研究所 它裡面有核反應的一個原料 它是用火箭筒搭載飛 搭載那個飛彈直接攻擊 那大家擔心 你會不會攻擊下去 也如果看見的時候 整個核服塑 整個歐洲都在受害的範圍 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它最近 它也在這個核武的空軍基地 它成立了蘇凱24的一個飛機 已經就位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後來說 要提供米國29給烏克蘭 KIMO1 你提供給它 我就用核武的飛機來對護你 這個核武飛機 其實它可以攜帶 兩枚的核武的彈頭 當然目前來看 大家都知道 核武它也分成很多種 它可能是小型的一個核武 不過這打下去以後 整個歐盟真的也會震盪 也會嚇死了 所以現在土丁已經豁出去了 不怕 要收好了 所以目前來看 除了這個以外 包括包括那個記者 英國的記者 英國的記者都殺 英國的記者 經過那個檢查署照打 他說我們是記者 不好 最怕 有兩個記者已經是受傷了 那那個內政部長 烏克蘭的內政部長 還對外講說 現在連這個天然氣管都在打 那如果天然氣管再打的話 以目前來講 馬力波那邊的天氣是0度以下 如果說天然氣管整個被打掉的話 那有75萬人可能會餓死跟凍死 不過在最近以色列的總理 他在4號的時候直接飛到莫斯科 跟這個普丁見面 他建議俄羅斯能不能暫時停火 普丁態度非常強硬 他說在整個烏克蘭沒有放下 頑強抵抗之前 我不願聽到暫停停火 這樣的提議 如果再去頑強抵抗的話 可能烏克蘭連國家都不見了 當然在二次會談的時候 和談會談的時候 俄羅斯的一個 他們的一個會談的成員 也跟烏克蘭講說 其實我跟你講 你們那個昨天司機在哪裡 我們都知道 所以大家在想說 那你既然知道 聽說已經有三次暗殺沒有成功 那你既然知道為什麼 大家想說很可能要活捉 這個澤林斯基 好 我們來聽澤林斯基怎麼說 他說他曾經三度險些被暗殺 每兩天 information comes out that I have fled somewhere Fled from Ukraine From Kiev From my office As you can see I'm here in my place Andre Borsovic Your mock is here Nobody has fled anywhere Here we are working 現在看來透過外交斡旋 停戰的希望越來越渺茫 所以原物來行情持續出現狂飆 不然它原油已經一度衝上了139.13 甚至現在市場已經喊到200了 我們來看到的是倫敦天然氣 近年一個禮拜漲超過70% 黃金一度飆上2000美元 創下18個月的新高 而在小賣期貨的部分 光光上個禮拜 一個禮拜漲了43% 這是60年來最大的州漲幅 同價創下歷史新高 齊同和旗旅都一樣 都出現大漲 光光旗旅上個禮拜 一個禮拜漲了14% 創下14年新高 好 原物來行情出現狂飆 惠世也出現了資金大逃殺 對 這次的一個惠世的大逃殺 最主要是華爾街認為 這一次的通貨膨脹 很可能重演1970年的 一個惡性的一個停滯性通貨膨脹 那1970年那時候的通貨膨脹 多麼嚴重 那個CPI達到13.5 那美國的聯準會 竟然把利率拉高到20% 但是還是沒有用 經濟往下掉 稅率往上升 結果非常嚴重 所以這一次的一個 股費雙殺之後 包括現在所有 包括日幣 韓元 包括台幣 台幣今天也大貶了1.51角 那麼這個貶值呢 是最近11個月來的一個新低點 所以目前來講 因為股費雙殺 所以大家擔心 外資可能開始落跑 好 外資事實上已經落跑了 外資在今天賣超了822億 特別是外資賣超的822億 已經是去年賣超數字的75% 光光今年到3月份 就已經賣掉去年它賣的75% 有夠恐怖 國安基金操盤手說 他們要備戰 但是到底有沒有進場互盤呢 在今天投信買超的七日幾億 仍然敵不過外資的賣超數字 所以我們來看 在今天台股今日最重要 我們首先要帶你來觀察 當然是外資 外資在今天狂賣822億 創下史上第二檔賣超 那麼稍後要來看投信 投信連24買在今天買了不少 其實買了超過70億 但不抵外資的賣超 投信這24買裡頭 有多少是政府官股互盤的籌碼 我們先來看外資 請教練帶我們來看外資 有夠恐怖 在今天觀光台積電提款 賣了將近6萬張 賣了聯電元大金 包括熱光 中鋼 星光金 洪海 一坨拉股的全值股 對 沒錯 其實你看最近 外資今天賣的是史上第二大 第一大來講944億 跟今天的822億 其實大概只差120億 所以今天的賣超真的是很大 今天賣822億裡頭 光光台積電一檔賣了380億 對 台積電的部分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但是我發現 最近的台積電真的是很弱 你說跟基本面有關係嗎 其實說真的 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你只能說因為美國 今天大摩還發了報告 連發三份報告 鵝肉以三奈米 有夠厲害 他說提前一個月亮傳 對 所以當他從688疊下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會覺得很納悶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外資把他當ATM 沒錯 因為其實大家忽略了 外資持有台積電 大概有74%你知道嗎 那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假如外資持有它74% 外資又不是只有一個 很多外資 今天我要 假如要資金要 因為美元一直升值嘛 台幣一直貶值嘛 大概從27.5%扁到現在 大概28.25% 而且這一次呢 連主要很有可能 對 升息兩碼 錢一定會回去美國嘛 你看這個 你如果是外資 你看到新台幣的貶值 你敢不怕 你如果想買賣 你賣一張台積電 大概有60萬 所以他又持有 大概74% 外資只有他 持股比重高不高 非常高 所以 不賣他賣誰啊 對啊 你要賣誰 其他的持股比重 還不一定那麼高 倉庫裡最多的貨 就是台積電 就是這一檔了 基本上 他還是賺錢的 因為他的最高點 688 到現在575 其實你只要持有 不要說10年啊 其實去年買的 很多都還是賺錢啊 所以我覺得賣他說真的 正常 所以 問題是台積電破底 對多頭信心是一大衝擊 我們來看公格 破底的全持股 不只是台積電 連電早就破底了 環球金 環球金破底 代表OTC指數也會持續下跌 沒錯 這是在年限 乖離率持續擴大的股票 那有今天才剛破年限 對 沒錯 我想假如說 就技術名來看 但台積電這種 你要等待外資 外資真的要回心轉意 他真的要轉買鈔 你要搶才去搶 因為最近很多人都在買 可是之前洋印鈔 不是說 600塊 你說600塊以下 閉著眼睛叫我們買 我們要是在600塊以下 真的閉著眼睛 現在確實短套 對 我跟你說 他是說這問題 他沒想到說 惡务真的會比性這麼嚴重 這個是整個本一筆 向下修正 這也不是台積電的錯 我覺得真的是整個 但我要不要富貴寫中求 我覺得先不要 武器的台積電 不要啦 我感覺你現在買 誘因蠻大的 不要啦 因為你還 因為這種投信買不上來 你看最近投信都在拚命買 可是 扭不起來 扭不起來 但如果國安基金進場 低擋低視乎我們台積電 對 沒錯 那我可不可以指望國安基金呢 國安基金會不會互盤 這個我真的不太知道 可是在這個位置點 去真的努力互盤 我不太相信 我覺得他講 努力不可能 我認為就假設會互盤 他會 口水 口水互盤 對啦 比較像口水互盤 他真的 這個地方要大買 我覺得他也不知道 俄乌戰爭會怎樣 萬一更嚴重 那聯電因為 其實說真的 重也不 當然有些外資覺得 伸手製程相對上來講 比較不好 可是我說真的 聯電真的跌很多 你像格羅方德 真的沒有跌那麼多 格羅方德 最近來講他沒有破底 他還是出現反彈 那我想當然有的人會認為 有可能兩岸的問題 所以他認為聯電 因為聯電的產能 因為台灣的辦公室 也同樣陷入 政治地緣風險 對 沒錯 所以大家有可能 轉去買格羅方德 對 那這些環球機呢 其實說真的 所以這些破底都不能接嗎 其實這些都先不要接 好 我們來看聯發科 在今天才剛破年限 會不會 不跌 假跌破 對 好來 去反彈 我覺得假跌破的機會不大 因為他說真的 基本面都沒問題 可是因為他的市值太高 這種股票 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種股票一定也都是外資 那外資也持有他很多 所以你用外資還沒有提完款 我覺得外資要等待 真的惡物的問題 相對上來講 真的比較趨緩 然後美股的科技股 要真的往上開始出現反彈 假如沒有出現這種狀況 或者是說 你可以觀察新台幣 所以現在還是下絕的刀子 對 我覺得現在你還是 盡量不要去硬搶 好 在今天台股可以說殺紅了眼 但破年限會是好買點嗎 要富貴險中求嗎 這時候到底應該買還是應該賣呢 認為應該買的給圈 應該賣的給差 請舉牌 認為還是應該要賣出的給差 有三票差 一票圈 憲哥為什麼給圈 因為一般來講 跌破年限都是一個好的買點 這是一個小型區域型的戰爭 大家現在都會在盤算 美國也在盤算 歐盟也在盤算 這樣抬下去對我是有利還是沒利 如果沒有利的話 我覺得短期間 可能不會採取更強有利的石油制裁